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 洗澡 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宠 老河 拿好手机 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吧 在斗罗大陆之终极斗罗中 唐轩宇加入了唐门 还预定了海神阁阁主之位 所带领的史莱克也被海神阁提名了 剧情发展到这里 据我预测下一步就指唐门海神阁被毁 为什么海神阁唐门注定会被毁灭 这就要从龙王传说说起 在龙王传说中 唐武林因为带领史莱克七怪 拥有了自己的广场和雕塑 此成赴影 唐轩宇也必须做出一些重大贡献 才有机会和唐武林一样 拥有自己的广场和雕塑 不除前几人主角 海神阁唐门的毁灭 就是要为唐轩宇成就龙神之位铺路 海神阁唐门被毁 唐轩宇成为海神阁阁主唐门门主 然后带领史莱克七怪 重建海神阁唐门 做让拥有自己的伟大功绩 至于为什么不是史莱克学院 是因为史莱克学院已经被毁了一次 唐家三少也不好意思 一直揪着一个地方毁灭吧 至于强大的海神阁和唐门 是如何被毁灭的 这在文中早有体现 在之前的章节写道 在生命和寿命的面前 联邦已经是准准欲动了 联邦对生命之术亏是已久 但因为实力不足 一直没敢动手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罪恶之城出现 罪恶之城背后的罪恶星球 拥有许多强者 联邦只要和罪恶之城联手 毁灭海神阁和唐门 是绝对在实力范围以内的 而且传领塔也有黑化的可能 在龙王传说中就黑化了一个 到了终极斗罗再黑化一个 也不是不可能的 唐轩宇因体内传承 自父母的金龙王血脉 和银龙王血脉 而化身龙王是肯定的 唐轩宇成为海神阁阁主 唐门门主也是必定会实现的 那么唐家三少 自然要为这一切护露 海神阁唐门注定会被毁灭 成就唐轩宇的大业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